第32題 一樣是陳偉英把棒球牽直往上拋 忽略空氣阻力往上拋到最高點之後呢 再來落下到落回原處 然後呢第32題問我們說 棒球整個的運動過程的速度與時間的關係圖為何 那我們了解 我們一般習慣上會把速度取向上為正 或者是說一開始的速度呢為正 所以呢 這個棒球在一開始往上丟的呢 速度是正的 而同時呢 它會越往上升的速度越慢 到達最高點的時候速度為零 所以呢 我們知道一開始的時候速度為正 然後呢速度會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知道呢 我們的A選項呢是錯的 因為呢 它一開始的速度呢 是一個負值 而珠選項呢也是錯的 因為它的速度呢 一開始的時候是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兩個選項都不對 然後到達上升最高點之後 就開始往下掉 那麼如果我們取向上為正 那麼向下就會變成負的 而且原來是零 沒有沒有所謂的向下或向上的速度 最高點禁止 然後往下掉越掉越快 負的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就知道 他們後半段呢速度要為負 然後呢 要 而且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我們的B選項是錯的 因為它的後半段呢 速度從零開始呢越來越大 但是它是正方向越來越大 它應該是負方向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我們的正確答案呢 應該選擇的是C 因為C才是一開始的速度呢 會越來越小 是正方向 後來的速度呢 是越來越大 然後是負方向 所以第32題的答案呢 我們選C 年來自負方向 現在進行 的確一步 對 兩步 零